虽然开口骂小S无视生非 添油加醋的是汪小飞 但大S其实也多番要求小S适可而止 不要把吸血他当作是自己节目的热度密码 毕竟他可以不要脸 但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不是强宝婴儿 这老妈一天天被姨妈当个玩意儿一样说三道四 实在是很难不受到心理和情绪上的影响 只是不管大S怎么旁敲侧击 小S还是我行我素 所以他也只能默认小S是他的发言人了 至于说素来可以吃定小S的 大S为什么这一次对小S没办法 原因大约是心疼妹妹 小S在夫家一直都过得不好 老公因为他年老色衰又没有眼色 对他可以说是冷热暴力交替 而其公婆姑子又因为他没本事生下男丁 对其嗤之以鼻 从前他一点点挺直腰杆的底气一部分是 因为姐夫汪小飞实实在在地给他老公投钱 一部分原因是有一元光环的 他可以真金白银地为婆家赚钱 但现在姐夫跑了 从富家的股东变成了债主 而小S奥运会之后也在内与里外不是人 声望和市场价值一落千丈 眼见妹妹随时都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大S也实在没办法拒接做小S的救命稻草 毕竟小S现下确实是因为大S的这 先密心重新得到了弯弯市场的关注 大S由于以前在娱乐圈确实很有地位 所以早年应该是赚了一些钱的 但结婚后给汪小飞输血就元气大伤了 现在她的子女嗷嗷待哺 妈妈、婆婆、老公三个老人也是她的担子 要是小S再带着三个女儿回来跟她打秋风 那她的日子只怕也是撑不住了 这一天